第1个俄罗斯的历史 第1个王朝领导 中心位于现代乌克兰首都基辅 乌克兰的国名意思是边境 冷知识2 乌克兰人把结婚戒指 戴在右手而不是左手 冷知识3 乌克兰的国菜之一是烟猪油 传统上 它与大蒜、洋葱和泡菜一起冷食 冷知识4 厨艺良木地外 色情内容在乌克兰是非法的 这可能与很多人的认知有出入 冷知识5 乌克兰的国酒是火瑞卡 一种酒精颜料通常与辣椒一起食用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燃烧的水 冷知识6 乌克兰常用语言 包括乌克兰语、文语、罗马尼亚语、波兰语和兴亚利语 冷知识7 哥萨克市居住在俄罗斯南部 和乌克兰的一群独立社区 以其数和战斗能力而闻名 冷知识8 乌克兰的酒精 消费量在国际上排名第6 冷知识9 有史以来最大的飞机 是在乌克兰基辅建造的 安多诺夫NR5维尔驿占88.4米 重64万公斤 他建于苏联时期只建造了一座 冷知识10 乌克兰本土人很少在公共场合微笑 冷知识11 乌克兰国旗的 蓝色和黄色代表凉田上的天空 冷知识12 被称为疯狂俄罗斯黑客 对于兔红人坦拉斯·库拉科夫出生于乌克兰 居住在那里时 他是乌克兰奥林匹克游泳队的成员 冷知识13 1986年4月 乌克兰普里皮亚纪附近的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灾难性融毁 联合国称这场灾难事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环境灾难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现场周围地区 居住着约500万乌克兰人 尽管30年后 该地区仍然受到污染 切尔诺贝利爆炸释放的辐射量比二战期间 投在广岛的原子弹高出400倍 放射性雨甚至远至爱尔兰 冷知识14 乌克兰男性和女性 对预期寿命相差10年 男性的预期寿命仅为66岁 部分原因是乌克兰男性的酗酒率很高 冷知识15 过去30年来 乌克兰的人口一直在稳步下降 2016年 每出生一个孩子就有1.5人死亡 高死亡率归因于生活质量差 和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有限 冷知识16 乌克兰是犹太哈希德运动的发言地 哈希德主义的创始人 巴尔·谢姆托夫出生于乌克兰西部 并终由该地区传播他的教义 冷知识17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 深受苏联政府的迫害 许多神职人员躲藏起来 UJCC成为基督教历史上 最大的地下教会 冷知识18 大约有300万 乌克兰族人居住在俄罗斯联邦 由于许多乌克兰人被驱逐到 苏联统治下的古拉格集中营 这些人最集中的生活在西西伯利亚 冷知识19 在苏联时期 富农对地主农民的称呼 被宣布为国家的敌人 1930年 苏联政府下令清算富农 在被称为乌克兰去富农化的三个月期间 大约有25位乌克兰人 被杀害或流放到西伯利亚 冷知识20 庆祝复活节彩蛋的传统 最早起源于乌克兰 第一个复活节彩蛋 是用蜡和染料着色的 冷知识21 1933年 苏联政府拒绝应对乌克兰全国发生的粮食饥荒 导致乌克兰15%的人口死亡 逾480万人 在20世纪30年代的粮食饥荒期间 约2000名乌克兰人 饮食人而被捕 冷知识22 1954年 克里米亚正式成为现代乌克兰的一部分 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将该地区 从欧欧斯移交给乌克兰共和国 作为两国永恒有益的象征 冷知识23 乌克兰是欧洲宗教自由度 和多药性最高的国家之一 冷知识24 大约五分之一的乌克兰人 在二战期间死亡 即700万人 冷知识25 乌克兰因苏联解体而和平获得独立 几十年后 乌克兰通过 橙色革命保持了这一记录 这场和平抗议成功的驱逐了 乌克兰国家政府中的腐败领导人 冷知识26 乌克兰国歌的标题是 乌克兰尚未灭亡 冷知识27 第一盏煤气灯 是在乌克兰利物夫发明的 冷知识28 乌克兰是世界上第一个放弃和武库的国家 1996年 他们最后剩余的苏联时代 核弹头被拆除并拆除 冷知识29 乌克兰人庆祝暑假 库帕拉之夜 这个节日的传统之一 是年轻夫妇跳过火堆 传说 如果男孩和女孩能一直牵手 他们的爱情就会天长地久 冷知识30 苏联解体后 乌克兰经济陷入混乱 导致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实行异货贸易 关于乌克兰 您还知道哪些冷知识呢 知识分享 既要有趣 也要有用 感谢大家来到地理娱乐局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 每天为大家带来世界地理界好玩 又有用的全球地理知识 最后 祝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